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马上承认说他没有这个意思 马上在直播当中就道歉 因为这句话听起来有歧视 这外来移工的意味 被提醒不移之后他马上道歉 其实昨天他道歉了很多次 他们其中有一次他说 因为他自己身上是属鸡的 所以可能直觉之下 脱口就用鸡来做形容 但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请外界不要误会 我今天自由时报头半头条就说 韩国瑜又失言被轰歧视 甚至今天全国日报就用 韩国瑜与歧视的距离 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 他在说是韩国瑜与歧视的距离 作为标题 提到韩国瑜这次的失言风波 甚至有移工团体就说 请韩国瑜管好自己的嘴巴 好 韩国瑜他的这个活动方面 在昨天最新的是他身体不舒服 原本是昨天晚上要夜宿新住民家 不过说可能是因为头有点重 那么再加上行程太满的关系 所以他昨天是先跟罗家人 他们些话家常 那么了解一些情况之后 昨天其实取消了夜宿 就直接提前回家去休息了 并且也取消今天的早餐会 好 另外跟韩国瑜阵营有关的 昨天深夜最新的消息是 高雄的观光局长潘恒旭 那么现在呢 他昨天自己在line上面 就传一个讯息说 大会报告我做到9月1号 转去竞选 好 转去竞选的意思 大家也就想说 是不是9月份开始呢 他就要去帮韩国瑜阵营 这边来打选战了 不过之前也有一种说法 说是不是潘恒旭 自己要转去竞选 下去去选立委呢 那么在这一部分呢 相关消息还没有获得 潘恒旭进一步的证实 不过今天其实电子报的报道 都说潘恒旭 应该是会转去 帮韩国瑜竞选 这是在昨天深夜的 一个最新消息 好 今天韩国瑜的 这个失言风波呢 两个报纸做得蛮大的 那么中国时报 今天头半头条则是说 蓝营现在力拱的 韩朱出征了 说国民党2020的大选 主菜应该要上了吧 昨天是国民党的 青壮派立委江启臣 灯高一呼 希望国民党呢 韩国瑜方面 尽速能够组成 韩朱配 这个朱就是朱立伦了 希望能够破除 国民党的阴霾 展现团结的气象 也立刻获得了 国民党包括立委 县市首长 纷纷响应 根据了解呢 韩朱末聊 已经在积极沟通了 希望能够促成 他们的一个组合 两人不排除 在近期之内 就会会面了 好 那么如果 这个韩朱配 能够成局的话呢 对韩国瑜的险情 将是力多长红了 另外呢 在联合报 今天也提到说 一路挨打 韩国瑜这边 终于是启动了 战斗模式了 在现在呢 终于 由于这个韩朱配的关系 抢回了话语权 也启动了 正面迎战的一个 战斗模式 在国民党部分呢 像吴敦亦 也要硬起来咯 因为在国民党 对于这个 如果有人要 危机参选的党纪 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现在已经决定 要明快处理了 昨天国民党主席 吴敦亦说呢 可能没有等到 登记参选 只要是有 连数的动作 就算是违反 党的规定 换言之呢 连数 党中央 应该就会开闸 好 这个话 听起来是 说给 郭台铭跟王金平听的 好 另外 在这中央时报的 那页当中 也提到了 在台北市的 9月10号 这边的一个 首场造势 在一个离场大 离场大会的 一个场合当中 到时候会看到 马英九 吴敦亦 好龙兵 跟韩国瑜的合体 这也是韩国瑜 获得提名之后的 在台北市的 第一场造势活动 好 今天看到 在联合报的 头版当中 其实关注的是 这陈菊 这边的一个情形 因为这个陈菊 他在 在气报的 这个善款的 运用方面 其实今天报纸都说 是不是有一些 这运用不当的问题 高雄市府 这边要移送 简调来侦办 国民党这边 韩国瑜竞选团队 昨天的记者会 是质疑 陈菊 是否滥用善款 糟蹋爱新 当初高雄 气报的 这个捐款专户 行政费用 有使用上限 但是却被人 只要是 委员会审议通过 统统都可以支付 这个帝王条款 所以这个部分 要求陈菊 要说清楚 好 陈菊 这边昨天也表示说 这样的操作 让人遗憾 就是绝对不能够 再把高雄人的伤痛 当成是选举的提款机 所以陈菊 强调说 自己跟团队 愿意接受 所有的检验 是坦荡以对的 好 被质疑的部分 这擅款的运用方面 有内容物像是 买塑胶绳 啊 档案夹 所以就有人质疑说 难道这些物品 都是受灾户需要的吗 这些物品 高雄市府 都买不起吗 全国民众的擅心 难道是这样用的吗 在联合报 今天头版二体 是美军的运输机 连着台海中线飞行 昨天呢 这架运输机 是反矢针方向 后来又回到了 最后它的基地 在冲绳这边了 我们国防部 在媒体报道之后 第一时间就证实了 这个消息 反应速度之快呢 在以往其实也不多见 自由时报 今天在头版当中 倒是提到说 昨天呢 在香港这边的一个消息 因为昨天看到了 中共的这驻港解放军的一个轮换呢 有不少香港市民 陆陆续续上传了解放军 这军车调动的影片跟照片 到各大社区媒体 昨天一时之间 香港是风声鹤唳的 后来是新华社发稿 确定这是一个例行性的 年度例行行动 不过今天呢 也有媒体说 这官方媒体在轮道行动 还没有完成之前就予以报道 这个动作之大 也是相当的不寻常 周时报今天在头版二题提到的是 FBI出手示警台湾 说这个谍对谍 间谍的情况不要太超过了 好 这个事情是有媒体报道说呢 任职于华府智库的一个 台裔的资深研究员 叫做安大为 因为涉嫌收受了台湾国安局人员 提供的礼物 没有报备提供了假租约又说谎了 那么这个安大为呢 他现在已经离职了 全案进入了司法程序当中了 这个人呢 他这个月初已经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给逮捕了 一般认为说美国政府透露消息给媒体来报道这个事情 有点是间接警告台湾有关当局不要太超过 好 这个研究员呢 他是这个清律华府智库的研究员 那么在报道当中也提到说有 今天侧听到说 他在这跟人家交付东西啊 也提到什么无人机啊 非机密等等 把这些资料交给相关的官员呢 那么对于这次大幅报道 是不是FBI对台湾的示警呢 中时报今天在头发二提的一个报道 中时报今天在头版当中 这个发生在高雄的这个墙案 让人是有点震惊哦 高雄的鸟松区的这栋豪宅呢 后来才知道他是长新材料 他前身是长新化工的 这高性董座的这个豪宅哦 昨天白天的光天化日情况之下 两个蒙面的歹徒 应该是拿枪进到这个地方哦 里面其实蛮多人有管家啊 有这个保姆啊等等人 总共有六个人在里面 就捆绑了园丁等人之后 大肆的洗劫了二十多分钟 抢劫了财务 最后还带走了监视器的主机哦 那么这个白天郁节的消息呢 让这个老董也不敢回家了 现在呢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熟人呢 应该是翻墙进去的 曾经多次探路 那么接下来呢 相关的爱情还有待厘清 好今天看到在财经方面焦点 美中续坛在九月份华府建市场振奋 人民币随即就指贬回升 美股早盘也大涨超过三百点 好在今天收盘行情方面 道琼是涨了三百二十六点 纳斯克指数大涨有一百一十六点 今天涨幅都超过了百分之一 全球市场在紧绷的时候呢 说像九月份在华府举行的 美中高层贸易磋商顺利举行 这个时候因为中国跟美国大陆的 这边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官员呢 他们是不约而同的表态说 双方团队一直保持有效的沟通 中国大陆商务部更是明确的说 这贸易团队正在商讨 九月份要到美国去磋商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也让大家是非常的振奋 我现在说美中之间叫做 边打边谈吗 美国对大陆方面的这个货品 照样是加关税下去了 同样是财经方面交点 我国对大陆跟韩国的钢厂 要续科五年的反倾销税 经济日报头版头条是 华映席登大财2100人 董事会决议要解雇全数员工 只会聘回必要的人员来处理善后 成立半个世纪的这华映面板厂 将要走入历史 在自由时报则谈到绿能 在今天也要开股东会 在除了华映这边的消息之外 同属大同集团旗下的太阳能厂绿能 最近也是跳票连连 绿能在今天要举行股东临时会 讨论撤销公司的公开发行等等 恐怕也是难逃解散清算的命运 工商时报谈到了台股 赢金酒赢食行情 台股的行情在最近这两个月有好表现 大陆寄出了官室的橄榄枝 消费旺季要到了台积变的拉尾盘领长 大盘攻克月线 闲锅 另外在中时报间内也提到了 香港的831游行 收到了反对通知书 那么现在也有相关的声音 希望港府能够赶快动用紧急法 来止暴治乱 这个声浪也是越来越高了 另外在大陆史上最大的11月兵 要秀出新武器 是在联合报的一个报道 好 这就今天的10分钟早报新闻 在10分钟之后 您就可以回到中广新网的 YouTube频道上面来补课 我是张庆林 下周空中再会 拜拜